回家 對 他福建老家打電話來說 他爸爸病危 所以我就準備好了船 明天早上九點 從港口準時出發 不過多久就可以到 回的病了 大家都說葉天瑜很愛說謊 可是那個晚上 他的愧疚跟不安 清楚的寫在他的臉上 他的眼底 葉天瑜 或許比他自己願意承認的 還要善良 這是生我的媽媽 小時候教我彈的曲子 我的手因為扛瓦斯 所以不能彈鋼琴 我可以教妳 我發現那手上的戒指 妳戴起來很好看 因為勤奮的手 跟鑽石一樣值得珍惜 算了 我不想學了 好麻煩 我走了以後 妳會很想念我嗎 我應該會很想念妳的 我像是一個被拋棄的孩子 擔待著一個不會發生的奇蹟 彷彿等待了一輩子 我終於聽到了天使的呼喚 大鵝 大鵝 我也三遍 恐懶沒話就出現 有之後 我希望 你會想不行的夢魘 你閉著眼 輸了三遍 你應該要出現 但你對我失戀 你不再或許 我到現在都還清楚記得 天宇為了救我 奮不顧身的模樣 這跟他品嘗小氣 又愛計較的個性 實在不再相符 我第一次感受到 被人保護跟珍惜的溫暖 突然 我也想為他做點什麼 為了守護天宇最愛的 冠冕旅店 我摔得頭部血流 但我感到很值得 因為這壞來了天宇 對我的真心告白 雖然 那感覺還滿尷尬的 不要死了 媽媽 你跟我說 全世界 你只認識我一個人 離開我 你要去哪裡都不知道 可是現在你一個人 要去那麼遠的地方 你會不會好孤單 難忘 你會不會怕找不到我 你不要死掉 你在做什麼 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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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自己昏迷虛弱的時候 她擔心的還是我 別再擔心我了 你現在很虛弱 閉上眼睛好好休息 也就是那時候 我明白了對天宇的感覺 從那一刻開始 我再也不想 最近我的過去是什麼 我就是擋樓 那個在前來耶康瓦斯 當苦力 並且偷偷愛著葉天宇的道路 而不是 其他人